就是意大利製造的 Solidia這個牌子 其實也想包含大腿部位 因為這些地方也有很多淋巴的位置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很多人都知道我整天腳都很腫 水腫腳有很多原因 走得多 跑得多 或是站得多 或是血液不循環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 壓力物有很多幫助 因為它可以讓我們整晚睡覺 那麼多小時都可以幫我們的腳保持 但壓力物為何呢 要不就是過分壓力 很難穿著腳 睡覺也不舒服 要不就是沒有效果 穿了一雙長襪去睡覺 其實我平時也有一雙自己買的壓力物 就是在萬寧買的 這個好像是Scroll牌子 但我覺得它有一點不太好 就是它不夠長 不是因為我的腿太長 它根本就不夠長 而且它這個位置很容易滑下來 因為它沒有一些絕膠的地方 滑下來 還有它停留的位置很尷尬 即是膝蓋的位置 睡醒的時候就會變成這樣 它變相小腿的壓力 只有小腿這個位置 第二呢 譬如我現在的另一隻 就是意大利製造的 Solidia這個牌子 其實它也想包含大腿的部位 因為這些地方也有很多淋巴的位置 而且它這個橡筋的闊度 裡面是暗藏了一些玄機 就是一些膠 絕膠 它不是貼著肉的膠 但是足夠令它對面不會滑下來 第二就是它這個橡筋 剛好大腿其實是很多肉 它是保持在我們大腿上 不是固著大腿 所以穿下去其實是份外舒服的 這是其中一個它們的最大分別 但第二個分別 就是肉眼看不到的 但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質地 這個意大利製的質感是滑身一點 而且是薄一點 看見都很透透的 這種薄的感覺是 穿著腳來就不會太焗 不會太焗著我們的腳 但這個鴨 這個萬寧買的那一對 我都穿到它有點殘 它是很硬的 這個質地 而且會比較厚 是一個比較結實 感覺很結實 老實說 如果這麼厚 穿下去會感覺到它是大力一點 但這個是覺得它均勻一點 整雙腳是很均勻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想選壓力物的時候 要想的就是要舒不舒服 而且你真的可以每天都穿到它 每晚都可以保養我們的尾腿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